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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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演奏了许多次的曲目 演员们还是会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几十年来 他坚持每天在演出的间隙 给徒弟们上课 这不仅是为了提高记忆 还因为西安古乐 有一种特别的传承方式 你只知道他怎样发音 但是他唱几拍你不知道 所以这种谱子 要靠师父带徒弟 口授心传 在运气的过程中 让你自己来找到他的运率 这就是古乐的不同之处 他为什么要用口授心传 西安古乐特有的传承方式 使得这种古老的音乐 在历经了时间的沉淀后 依然能保持原汁原味的韵律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速 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 东苍古乐社 目前主要的工作 是在大唐芙蓉园内 做展示性演出 为了能让普通游客 也能接受这种古老的音乐 节目不得不做了改编 在演奏的同时 融入了歌舞的元素 但即便如此 赵小明和社员们 依然在努力地坚持 在传承与创新中 寻找平衡 以为要适应社会的法则 和社会的潮流 不能一成不变 但是变的东西要有一受 不变的东西还要有一受 我认为受限是传承原汁原味的东西 是不能变的 但是必须要有创新的节目 来适合大众的口味 现在下一波学的就是旧条龙女车 位于西安南部的 何家营古乐社和东苍古乐社 同为西安古乐 现存六大社之一 属于俗派古乐 音乐风格相较于 僧派的东苍社来说 曲调更为婉转 社长何忠信 时常一个人吹着声 一个人守着诺大的院子 这张照片 就是五三年 杨毅刘先生 都设计首席民间一副所 发现西安古乐 他不各有设计一人 请到西安人民剧院 验读这个古乐 这是五三年 当时照下这照片 咱们这个乐社 自顾斗尽都是农民乐社 就是何奖无村 这个村子 奔村农民 他心爱 他就来参加有设 这个古乐 过去是传男不传女 传对不传外 因为这个警戒社会 发现的话 这个男求年的话 他都要样家户库 他就很少有时间 来参加古乐社 有设计人员总得不错 最后打破这个传男不传女 这个乐狂发 从2002年 受了一批 御学 何家营古乐社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1300多年前 乐师们同样通过 口传新寿的方式 把手艺世代相传 但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也让何忠信 不得不面对现实 做出妥协 这次受的历史学员 本来是受自 40岁的家庭 但是农村这个有时 你也没有个费用 也没有啥 传凭个人这些 心爱来参加 在一个家庭情况 各种条件先知 有些人想来 可没有那个时间来 最后没办法 有七到四十五岁 当时包容院 就是十六七个人 现在经常 新学院经常参加活动 七八个人 从何忠信的介绍中 可以看到 社员的青黄不济 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何家营古乐社 一直在不断招收新成员 但即便是刚入门的社员 年龄也大都已经超过五十岁 这些年 西安各个古乐社 也都相继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绵延千年的乐种 面临失传的危机 它这个年龄的结构 基本还能保证传长 目前来看 但是确实还是有点情况不及 这个人才在吸纳 它全对是业余的 养活不了自己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邓萌 从事西安古乐保护二十多年 在他看来 目前西安古乐面临的问题确实存在 解决矛盾 不能只靠传承人的努力 政府也必须加以引导和支持 这都是各乐社现在保存的 这个乐谱的手冲本的硬印本 这就是宋代江葵使用的公式谱 现在他们用的还是那个时候的 谱字呀 包括这种记写的方式 所以古乐最珍贵的一点 也就体现在这里 现在古乐从一人去统计 就近两百人 各乐社一般都是三十到四十人 古乐原来发展比较好的时候 就因为它有功能性 它在民间的这些庙会呀 潮山进乡呀 祭祀呀 里面都有它的身影 但是随着这社会的变迁吧 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它的土壤 文化土壤丧失了 他们排练了一年 没有机会展示 人就会打击人 打击这些艺人 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了很多 就是给他们搭建展示平台 比如我们从07年到现在 已经举办了10届 西安国家艺术节 另外就是在一些大型的 这个文艺演出中 也给它提供机会 比如说第16届 上海国际艺术节 第11届 中国艺术节 举办专场演员会 这些活动就极好了 鼓励了艺人们的 这个文化自信 让他们对这个 自己的从事的这个行业 它有光荣感 它有荣誉感 传统是一种守旧 更是一种坚持 近些年 随着身移成功 西安古月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并引起各界关注 但大家也都认识到 无论是传承人的努力 还是政府的支持 在面对福光略影的现代社会时 显得卓绝 但又孤独 要吃饭 我们这儿做义务的 又没有工资 也没有啥 就是一个爱好 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 就是做私家 都城黄庙古乐社 是目前道派古乐的代表 在政府的支持下 目前仍旧坚守在西安 最繁华的商业区里 最近社里来了 几位年轻的社员 几位老艺人 特地在排练结束后留下来 给他们传授自己的经验 来 再把这 再运一遍 你这个指头在这 捂了半个眼 我想说 不行 要五年 这个东西 我感觉是古代的东西 反正就是喜欢 有兴趣 这个问题 你光喜欢还不行 这个是咱祖先上传下来的东西 不能在我们这一步 把它再传下去 那首先让我喜欢才能让他传承吧 你要是他们都不喜欢 对对对 所以说 咱们还有一个传承的任务 我也是 我也是使命 一 二 三 五 现在进来一些年轻的 三十多岁四十多岁 就是进来这几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星期两次 如果有演出活动 那么就多一点 这次上文化厅组织会面演出 我们就到了小学 中学 大学去演出 而且面对面的互动 就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乐壮 是我们国家最老的东西 培养大家的认识 在学校里进行推广演出 这是目前西安各个古乐社 在排练之余做的最多的一项工作 这些年在相关部门的引导下 越来越多的艺人们开始带着西安古乐走进学校 在向公众进行科普的同时 也吸引了年轻群体的注意 魏小平目前在都城皇庙古乐社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 以前在学校时 他就特别关注这门古老的艺术 然而当他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 开始真正零距离地接触西安古乐时 却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我第一年来工作的时候 六家乐社有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会借助简谱 简谱写在上面 然后公众谱写在下面 就是古乐谱字写在下面这样的情况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有一个特征 就是谱简生凡 谱字会非常简单 然后但是唱出来会不一样 所以简谱它记录的谱字不是十分的准确 就是缺少了一些音乐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招进来的新学员 包括我自身学习的话 全部换成了很传统的这种口传新寿的方式 就是民间乐社的传承 就用民间的方法去实施就好 是不能脱离这个土壤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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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